磁符 磁符玩具是一种利用磁场相互排斥 而漂浮在空中的玩具 上方碟盘里有一永久磁铁 下方平台中有四个感应器 可侦测上方磁场变化 进而调整下方的磁场 让碟盘可以稳定漂浮在空中 转不停的陀螺 用黑色起翼笔在铝片上做上记号 铝片无法被磁铁吸引 马达叶片贴上磁铁 打开开关 咦?铝片竟然旋转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磁铁旋转时 变动的磁场会让铝片产生感应电流 感应电流与磁铁磁场作用 进而推动铝片旋转 小明老师想要跟小青老师借铃钱买饮料喝 但小青老师提议 如果能在不碰触他的条件下找出铃钱 就免费请客 万能的小明老师想了一想 便拿出他的法宝 金属探测器 靠近左边口袋发出嗶嗶声 原来是钥匙圈 右边口袋也发出嗶嗶声 总算找到硬币了 原理就是探测器上会产生一变动的磁场 靠近金属时 金属会感应出磁电流 此时探测器就可以测量到磁电流产生的磁场 进而发出声响 电磁泡 在螺线圈中央插上塑胶管并连接电源 将炮弹装填至塑胶管中 炮弹是由小铁块所做成 打开电源 炮弹瞬间就被发射出去 原因就是通电的线圈会瞬间产生一磁场 小铁块会因电磁感应产生一反向的磁场 故小铁块会像炮弹一样被线圈磁场排斥而射出 手摇手电筒 手摇式手电筒是利用来回摇动手电筒 并产生电能让灯泡发亮 手电筒内部有一螺线圈及磁铁 当来回摇动时磁铁会随之来回通过螺线圈 螺线圈会因磁场变化而产生感应电流 进而提供电能让灯泡发光 雅各天梯 雅各天梯是一种可以产生电弧的仪器 两电杆连接着高电压电源 空气因高电压而游离化并产生电弧 电弧附近的空气会被加热上升 所以电弧便跟着热空气上升而移动 将卫生纸团靠近电弧 卫生纸便会瞬间加热而燃烧 若我们从电杆上方向下吹气 则热空气无法上升 电弧也就无法向上移动 接下来将一开有小孔的塑胶管 套住仪器 会发现电弧移动速度加快了 主要是因为烟囱效应 热空气会更有效率的向上流动 特斯拉线圈 特斯拉线圈是一种人工闪电制造器 主要是透过两杂数不同的主副线圈互相感应 以及电子元件的配合 达到提升电压的效果 并会产生高频率的高电压 上方金属碳针会将附近空气游离化 产生美丽的闪电 卫生纸靠近时 会因闪电的高温而燃烧起来 因为电压的频率很高 若不要靠得太近 对人体的影响并不大 闪电会被手指吸引而产生小火花 同学们有没有看过星际大战中的光剑呢? 让小明老师来示范一下 为什么普通的日光灯管会在小明老师手中发亮呢? 另一根灯管靠近时也会一起发亮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想知道更多 就请继续观看我们的课程吧